хорош 大家好 話說我們最近都比較少去Downtown 但這段時間都會有不少的變化 所以今天決定去參觀Downtown中的新地標 就是這個The Well的商場 之前都听闻The Well的人流不太多 但随着有不同的店铺续开张 现在商场的人流应该会比之前好 The Well是集潮流、生活、文化、娱乐于一生的户外商场 它在Fund Street和Spadina的交界 在Union Station向西走或唐人街一直向南走 便会去到The Well 而且在商场正门的十字路口对出 还会看到超明显的CN Tower 超级适合在这里拍照 The Well一共有三层 这里和平时商场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整个空间看上去比较开放式 而且它天花板是用了玻璃的天幕 有太阳的时候可以直接照射到商场里面 但下雨时又不会突湿 但虽然它的设计很特别 但因为多伦多的夏天时间都比较少 基本上一年大部分日子都比较冬 所以如果是冬天来的话 在户外走就会比较辛苦 在地面一进去就是商场中间那层 中间那层比较出名就是 有Adidas、Lululemon和Indigo 还有Sephora在7月头都会开 上面那层主要有Arcadia Earth 进去可以感受大规模、多感官的体验之类 进去可以看到包括水底世界、奇幻世界等等的艺术装置 而双层其他位置就相对比较安静 我们经过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有很多店铺开座 之后我们就下了去The Well最低那层 最低一层除了有一间超大的Shopper's之外 也有整个商场的重头戏 就是这个7万尺的美食广场 Wellington Market 它就是上星期5月27日正式开张的 在Wellington Market里面有超过50个商家 当中包括有餐厅、小型超市和花店 超市和花店就在整个Market最边边的位置 每一路走进去就会到Food Court 今天是星期日 现在时间大约是下午6点左右 进去到Food Court已经有超多人 而且它餐厅的种类也很多 不同国家的菜都有 除了正餐之外也有不同的小食或者面包的店铺 就是Blue Claw和Jopper Dot 这两间餐厅分别有大约5-6组人排队 等叫餐的时间就比较快 但因为它们都制作衰事 所以都很建议可以同时间叫所有的餐厅 Food Court里面的位置也算多 但如果正中间没有位置都可以走远一点 去到近出口的地方都还有不少位 Jopper Dot是温哥华一间联赏网红的日式热酒店 它们本身在温哥华是由美食车做起 到现在在温哥华都有不少分店 而The Well这间好像是他们在多伦多的第一间分店 我们就叫了一个Wagoo with Terry Mayo 和一个抹茶巴菲的甜品 整体来说味道都不错 热酒里面是有超多的紫菜 洋葱和Maiosauce 入口是超好吃 而甜品我都超喜欢 因为每次在香港吃寿司狼 我都会叫Buffet 所以今次看到就立即叫了 它里面都有红豆、绿茶冰糕、几粒小丸子和大量的麥片 另一间我们就叫了Blue Claw 它们的菜单主要都是买汉堡或肉 肉里面主要是买龙虾或虾 我们就叫了它最经典的一款 就是East Coast Classic Role 里面有龙虾、柠檬汁、黑椒和山菜 龙虾卷吃的味道都不错 它的面包是超级软身 再加上柠檬汁吃的话 整个味道是更加清爽 但是它的份量就比较小 而且价钱都不算特别便宜 我们叫了这个是Combo Set 整套大约是22元加币 我们今天这条片就很快走到The Well商场 我个人的感觉是 除非它会再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店 而在其他商场是没有的 如果不是 再来的机会都比较低 但如果大家未来过 都很值得趁夏天 比较暖的时候来参观一下 那我们就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